第九生的靈丸是悠閒的 有說要開發出新的靈丸和車両來使用 各種是迷你太陽靈車賽 最近很多各種新進來參賽 當中是有50幾個隊伍 150有的屬性來報名 最後有到這個合比各種在到三項冠軍 先為到這次最大的贏了 參賽屬性就會做最好準備 這項比賽很多屬性已經參加了幾個 大概可以說是相當的經驗 主辦的代表台下就表示 未來車両的新領館一定會更在進行開發 到有不再有這項做令幾位將做比賽多人 那總共有今年有50隊的一個就是說 團隊來參加 那比過去呢更多 那大一大學呢我們在這個方面的一個努力 也希望把我們大一大學的這個能量 能分享給就是說 未來的就是說這些學弟學妹們 能夠大家對 新能源車輛 太陽能車輛 節能車輛 有興趣的同學 能夠在這方面能夠來參與 能夠加入 想要在比賽當中得到好成績 並且沒有想像當中那麼喜歡 必須要理論和實力結合作為 車太多人會影響到速度 太多輕 風會走動又更大 蘇生甚至是買了 遙控器車來研究這項得到好成績 我們指導的過程當然還蠻艱辛的啦 因為畢竟我們學生都是高中生 他們不像是高職生 有很多實作的機會 一直做實驗就是買不同的遙控器車 然後 重複努力的做 對 我們大概測了三十幾台吧 三十幾台這樣 三十幾台這樣 對 然後 也是投資很多錢 對 然後 柱子也 就是一直磨不同高度 然後下去測 然後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也改了很多種 烈昇連觀是未來出世 這個出世全球都在中心 支出的這兩種系統 政客和應用人材的配慾劃 若是要對球另外再利用 雅北沒有這麼多人 透過幾次出的競賽 要請 高雄只好想最會了解的 烈昇連觀 謝謝我們科士館 帶參報的喔